類似像做出一個類似像這樣的一個BBA 那基本上當然就是 跑回圈 那回圈基本上有列的回圈跟藍的回圈 那做法上跟前面都一樣 那我這邊有個清除 把範圍清除掉 按下計算的話 它就是會先跳出一個input box 輸入一個值 它就會幫我把它更新過 然後呢 範圍的話就是列回圈跟藍回圈 那我們來看一下裡面基本上 第一個當然我們可以把那個 我們的剛剛的公式的觀念 把它拿到這邊來用 這個 這個 這個公式 假如說我今天要把這個公式 轉移到BBA裡面的話 那放在那個Sales IJ 底下 在後面 那這邊特別注意就是 如果你藍列都鎖的話 記得就是用那個range 那如果說鎖單邊的話 比如說這個A 鎖住的話 基本上呢 你就直接A藍 Sales A就直接給這個 A藍的話 這個地方就不要動 那列的話 可以就是會去 會變動的 那這個也是一樣 列的部分會動 藍的部分不會動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有這個觀念之後的話 那我們程式 直接來看一下這個BBA 那裡面的話呢 第一個 Range B1 這個地方我如果要輸入 請使用者輸入一個金額的話 用Input Box 請輸入存款金額 那其實Input Box 非常好用 也就是以後呢 你要讓使用者填一些 數字啦 文字或什麼 那你不想做表單的話 你可以用Input Box 它的使用方式呢 只要Input Box 加個刮弧 後面呢 就輸入什麼 輸入給它一個 一個提示 它會跳出一個提示 那這樣的話呢 接下來我就會把 使用者填入的 比如說60萬 放在B1裡面 把原來B1的值給蓋過去 再來的話呢 For I等於第四列 到A1的最下面一列 因為我不知道說 利率到多少 所以讓它自動偵測 For J的話 就是藍的部分 第二藍 一直到 也是用追蹤 從B3 有變化 那當然這地方的話 我可以用那個 我們剛剛的公式 等於 就是B1 那B1 因為兩個都鎖 所以特別注意 我可以用Range 這個有個小的一個技巧 以後如果你公式裡面 如果兩邊都鎖的話 以後你在輸出的時候 後面的公式呢 你可以用那個Range B1 用Range 因為Range的話 指的就是固定的位置 那 如果說你是鎖單邊的話 比如說鎖A的話 特別注意 這邊有個技巧 如果你鎖單邊 記得用Sales 為什麼呢 因為 如果有鎖的部分 你就把它固定下來 比如說A藍 那不固定的 沒有鎖的話 就用I來代替 因為這個I的話 它會有變動 所以它是一個變數 然後一樣 幾次方 符號一樣 Sales3藍 那3藍的特別是 3是鎖定的 所以請注意 3的部分把它固定下來 另外一個B不固定就是追 用追來代替 實際上也是第二藍 第二藍往下 這樣的話 我們輸出 看到的結果呢 就會是我們要的 這個試算表結果 不過呢 會有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 先清楚好了 假設計算 那比如說剛好 這個一般的使用者 如果輸入 他剛好輸入50萬 然後呢 他看到是請輸入存款金額 他就輸入什麼 一個文字 50萬 那比如說像這樣的話 假如你今天呢 輸入的金額 比如是中文 按個確定會怎麼樣 當然呢 他一定會錯誤 為什麼呢 因為你把 他這一行輸出結果是OK的 但是後面的話 我們通通都會用到B1裡面的值 那存取B1的值 會發生錯誤 因為我這邊 真錯一下 我會卡在這一行 為什麼 因為這邊的話 你用50萬 去乘上後面的東西 50萬是一個文字 它不是一個數字 所以要怎麼樣避免掉 像這樣的問題 其實有個很簡單的方法 我把它停止掉 如果說你要避免錯誤的話 我建議各位 可以把那個 Input Box 前面再加一個什麼 Application 也就是說呢 這個地方呢 可以引用 用的是什麼 用的是Application裡面的 有一個 有一個方法 是一個方法還是屬性 我們看一下 點下去 你如果打Application 點下去之後的話 它會有一個 Input Box的方法 那這個方法 跟剛剛有什麼差別 其實最大的差別是在 後面有一個 可以加一個Type 這個Type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Type 冒號等於1的話 那就只能輸入數字 如果你輸入數字以外的東西 它就會幫你擋掉 不會繼續下去 所以 主要是這個Type 那我怎麼知道Type多少 Type多少 是做輸入什麼 你可以喔 在Input Box上面按F1 如果你按F1 也記得 Application裡面的那個 Input Box方法 這邊就會出現什麼 出現這邊 一個叫 Type 然後呢 如果是0的話 是公式 1的話是 數字 2的話是文字 所以如果說你要強迫 讓它一定要輸入文字的話 那也可以用2 那這個地方的話 加一個Type就OK了 這個是利用Application 的這個物件 特別是Application物件非常的重要 它其實位階 是裡面所有最大的 所以VBA裡面的老大是誰呢 就是Application Application實際上就是Excel本身 它就是一個 那利用Application物件 可以存取Excel裡面的Input Box方法 那加一個Type 等於1 跟沒有加什麼差別 我們來試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剛剛會產生錯誤 所以我把剛剛這個值把它刪掉好了 把它 把它 複製一下好了 我們再執行一下 我這個地方 已經把它改成 由 Input Box 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 嗯 這個這個 Application.Input Box 第一個 你會發現 它跳出來一樣會有一個這樣的視窗 不過 它的不一樣 第一個就是 它的視窗會稍微小一點點 不過我想應該也不影響 反正主要是讓使用者輸入 可是如果今天 它一樣輸入什麼 50萬 假如說 它跟剛剛的狀況一樣 輸入50萬的話 剛剛會產生錯誤 可是 如果你用Application.Input Box的話 按確定 你會發現 它這邊會出現不正確的數字 也就是說呢 它不會讓你過 如果說你輸入正確的數字的話 按確定 它才會繼續往下走 OK 那關鍵就在哪裡 就是在 Application.Input Box 裡面有個 Type等於1 OK 那其實Application好像前面我們也用到過了 實際上 Application的位階是最高 那我們再往下它有Wallbook 再往下有Shits 再往下呢 就是Range跟Sales 所以它基本關係大概四代同堂 曾祖父 Wallbook是他爺爺 在下面的話是Shits 工作表 有沒有 底下這東西 最後的話才是Sales跟Range OK 所以如果你如果要學習 到底Application裡面有哪些功能呢 其實它還有更多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把它點下去 這邊它裡面有很多相關的屬性跟方法 如果你可以了解裡面的屬性跟方法大概就差不多了 或者你可以在Application上面按一個F1 F1裡面就有什麼相關的Application的一個物件 參考 那這沒有跳出來 或者你可以從那個開發人員裡面去找一下 那裡面的話有蠻多功能 其實都還蠻常用到的 像最近好像有個同學問到一個問題 就是電的嗎 如何讓那個你的VBA固定一個時間去幫你做什麼事情 或者時間一到 比如說是多久之後做 或者是說每天的什麼時間做 那你可以發現 在Application裡面有一個叫什麼 on-tie的一個方法 其實如果你懂得用on-tie的話 就大概可以解決剛剛的問題 就是說 多早時間之後 做一次什麼事情 或者是說 每天的幾點幾分做什麼事 在on-tie裡面都有 OK 大概我想有興趣的同學可以自己再了解一下 Application物件 好 那這樣的話可以防止錯誤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繼續再往下看 就是說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用函數來做 完成一樣的事情的話 其實邏輯上基本上都一樣 只差別說我剛剛把我的公式 改成什麼 改成我要用的函數 那函數部分的話 如果假如說 我還是要用FV的函數的話 前面有講過 你是不是可以怎麼樣 把公式 複製貼到那個Sales裡面 但是會有個問題 如果是Lear的部分應該沒有問題 可是藍就會發生問題 為什麼 因為藍 這裡面不是有什麼 有B 有A 有沒有 那如果說你將來 當然 放在那個回圈裡面 當然就會發生問題 比如說你這個地方把它複製 如果說我今天是用的是什麼 用的是函數的回圈的話 那這邊恐怕就會發生問題了 所以要怎麼樣解決這個問題 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把剛剛的這個第一個部分先完成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後面的 畫面先還給各位